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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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狗 剛好我搬了新家 所以就特別想說請 謝爾金老師來幫我看一下風水 老師要不要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謝爾金老師 今天非常高興到王狗這個頻道 也希望我搬到這個房子以後 事實順利 越來越好 那老師就有提到說 要看家裡的風水有50% 是要看外部的環境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陽台 班觀眾朋友,如果你選擇在都市裡頭的話 你要注意幾項東西 比如業務設施 第二個 如果你的周邊有開闊型的設施 比如說像學校公園 那當然是最好 面對學校公園 表示我的前面非常的開闊 古文是把前方當作名堂 代表我的前途事業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看過去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是整片比較開闊的 前面的那個山坡呢 你有沒有發現它比較矮 而且是一條直線平的 伸手摸著岸 家財千萬罐 就像桌子一樣 我坐著 我要拿什麼都很方便 米南語有一句話叫 所以它在工作上就會比較順手 可是如果山很高的時候 那就要出門碰壁 對事業發展就會產生影響 我們就要看室內的格局 好 那老師 歡迎來到我們家 我們不要對 直接對窗 所以我就在這裡做一個玄關 裝一個玄關鏡 基本上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第一個呢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 如果在不做這片玄關的時候 它會顯然穿堂 一開門的時候 風灌過來會直接從前面床灌出去 這個進來的門 就像袋子進來的口袋 一般就像袋子的底部 你中間不做任何阻隔 你就像它前面穿 後面出去 就象徵左手進右手出 它前台就不容易留得住 觀眾朋友可能設計鏡子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鏡子基本上說 我不太希望它直接在門的周邊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門的周邊的時候 有時候容易嚇到自己 可是不是很多人都會裝玄關鏡在 玄關鏡基本上它有三個原則 不對門不對床 不互相對照 稍微離門 有一點點去整理自己的裝扮 又可以不要讓我心裡頭 自覺的東西嚇到 郭老師呢 就是我家的客廳 其實大方向來說 我們以進門之後的話 那麼整個裡面客廳的範圍 基本上大方向是兩位 可是第一個進門的鞋對角 跟這種平衡才會 就在這個位置上 不過因為這個厚重 它可以稍微做駐隔 那麼就可以避免漏菜的錢 到說它唯一稍微可惜一點點是 我就是廚師機 通信機 通信機 打開風槌通過 那它這個氣就不會蓋起來 有冷氣機 我不裝在這裡 我要聚財 沒有冷氣 一直往外吹出去 那至於魚缸 基本上以方位上面來說的時候 這個房子這邊是一片洞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客廳這一區 就是在北這一區 所以我古文講 叫左青樓 右白虎 前豬雀後玄武 這一邊的最角落這一塊 就是北方疏水 魚缸 這個是OK的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你要放的時候 並不是說 我有客廳放就好 所以他要考慮到放的問題 原來是這樣 那我剛剛好就是 因為客廳是北方 所以OK OK OK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魚缸的大小會影響聚財的多少 三管人丁水管財 如果有放過就是就有加分 客廳在裡面叫做內明堂 出去陽台 叫做外明堂 它已經內明堂主人的現在發展 外明堂主人的稍微以後的發展 再看出去更好 就這樣會步步高升越來越好 所以這一塊其實代表 主人的協助當然還蠻不錯的 聽起來真的是蠻好的 我們就往影片看一下 好 方老師我們就往這邊走 然後一間就是我的廁所 廁所基本上它有一個原則 首先第一 它盡量不要在房子的中央 因為它的門出來 盡量不要對到其他人 為什麼會氣嗎 做個門連 就要蓋過馬桶 就是大概攜帶的位置 病菌就很容易跟著這個氣 然後直接跑出來 這是一個很性專業的評審 那我們就讓老師來看一下廚房 好 那古代的人是這樣 爐灶是掌管家裡頭 所有人吃的這個部分 瓦斯爐在裡頭的話 基本上要考慮 上面有沒有梁柱 那我們這樣看 它的梁事實上 它是走這裡這個方向 它並沒有壓在梁的上方 梁壓在這上方 壓在爐灶上的時候 通常女主人健康會受影響 而且梁柱的寬度 決定影響的大小 現在這個水槽的水號 目前是這個樣子 我就不要再做移動 因為當它拉過來的時候 我就會對著後門出去 後門出去叫暗肉 覺得我們沒有什麼花什麼錢 結果發現那個錢 一點一點留掉都沒有 就是有時候比較難以控制 對 所以讓它盡量不要對到 這些的前後門 好 其實也還蠻好奇 就是為什麼 梁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梁基本上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 早期的木頭梁 早期木頭梁 因為你基本上 你來梁壓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壓迫感 第二種就是我們現在的線主結構 是鋼筋水泥 我們家裡頭可能會常會有一些油膩 電波磁場 它很容易就是跟著鋼筋走 那如果你拿羅牌或指南針 在這裡一樣 跟在梁下面一樣 又不一樣 嚴重的時候 我曾經有遇過就是叫反金 所以反金的原理就是 我本來是坐北朝南 可是你在那個下面梁的時候 它就會變南朝北 完全反過來 磁場乾癢 當我在長衣被磁場乾癢的情況下 你就可能會設計傳染一些影響 對啊 原來也是有這個原因 而且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想說 沒有啊 那就一隻梁而已 怎麼會那個 其實你不是只有一隻梁喔 因為他樓是這樣 我抬頭看到這裡有一隻梁 你知道我樓下那邊也站在 一模一樣站了一個人 他抬頭看的時候 他也會看到跟我一模一樣一隻梁 所以我上面這個人就是 我就是在兩根兩種音夾住 所以 看風水真的也是要懂很多日喔 就是物理啊環境啊 心理啊等等 嗯 是一個滿專業的事情 對啦 所以就是 臥房 臥房它尤其的原則就是 第一個 你發現這個床是沒有床板的 通常呢 後面如果有涼壓住的時候 我後面就要有床頭櫃 如果沒有涼壓住的時候 至少要床頭板 因為我的頭呢 可能會貼 比較貼近反應 我們現在牆壁大部分 來說它混進我的材質 我們睡覺的時候其實 我潛意識不自覺 有時候會一直往上滴 所以我有可能局部的部分 它會比較冷一點 像後面 像有些人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邊特別冷 是因為它是窗戶 對 所以頭後面開窗 為什麼不好 除了一般風水上 所有的肉材 那我剛才提到 風灌進來 我的鼻子喉嚨 肺部部系統會不好 風水它是很簡單 它是有條理有原則的 我只要符合這個原則 就會不會 好 那我們必須看下一件 好 工作室 老師這件就是 工作室 工作室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帶位 因為其實它還是滿防塵的 其實主要是我使用的桌面 的位置 我舉個例子 我先看好 我這樣做 當我聽到人的聲音之後 我一定要回頭看 也就是我有點稍微背後 是嗎 那你就很容易說 你能的感覺 不管誰開門 誰敲門 你都要回頭看 但我直接把桌子轉過來 轉成同的 因為發現 感覺 事實上比它又更舒服 因為我再這樣一路出去 到最前面出去 都在同的方向 在風水上叫 升隆開口 精靈萬動 所以今天老師的解說中 風水學有更透徹的了解 其實不是只是民俗上宗教看法 但還是結合了很多環境學 心理學 主結構什麼的一些知識 更了解其他的風水 就可以去歇遠景老師的頻道 風水是古人老祖先 生活智慧經驗的東西 但我知道我去避開 我在生活上就會更加的方便 有些部分如果說在科學 比較沒辦法記事的部分 也許在未來 當科學在更進步的時候 大家就一樣可以像我現在 可以用比較科學 大家能夠理解的方式 來理解 其實它跟科學 跟心理學 跟實在環境 是有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鈴鐺 按鈴鐺 謝謝大家老師 我是王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